是的主播警方晚間在進行 酒測零檢時突然一輛黑車 跨越雙黃線逆向高速衝出 所幸警方即時往旁邊跳了一步 才沒有被撞飛 不過警方也出動大批人力 尾捕拒解男子 最後的忠孝東路 忍耐路口成功抓到人 目擊民眾也都嚇一大跳 說發在新北汐止 原來男子是因為酒駕心虛 才會關起大燈 高速逆向闖零檢站 在追捕過程中 更有多次穿紅燈 跨越雙黃線等違規行為 男子的酒車值更是達到0.42 全能研議公共危險隊 危險駕車等最顯移送地檢主政辦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 YouTube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